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579集 娘娘 小人这香薰有特别的用处 奉九儿举步来到雅贵妃身旁 正如娘娘您现在手中拿着的红色的 能舒筋活络 放松身心 这黄色的有利于睡眠 绿色的会让人亢奋 蓝色的这个有聚精会神的作用 用于学习练舞都可以 至于这个紫色的 奉九儿弯腰 含笑摸着紫色烛台 如何 雅贵妃看着她 眯了眯毛子 紫色用于闺房之势 不管对男子还是女子 都有好处 奉九儿嘴角微微勾了勾 贵妃娘娘请放心 这不是药 不会对身体有任何影响 如果皇上来了雅香殿 用上紫色香薰 事情一定会事半功倍 雅贵妃挑眉 没有说什么 只是将手里烛台放下 端起了紫色烛台 她闻了闻转身往里面走 你们俩进来 给本宫梳洗一下 是 龚新月汗手转身 我让人带月水进来 一刻钟之后 寝房里 雅贵妃沐浴在 飘满花瓣的月桶里 闭上双眸 奉九儿坐在她身后 给她揉捏着肩膀穴位 龚新月守在一旁 偶尔试试水温 偶尔扇扇扇子 不远处架子上 微微贩子的烛光 随风摇曳 小凤姑娘 你说这蜡烛 不会真的有问题吧 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热呢 龚新月皱着眉头问道 凤九儿揉捏雅贵妃的动作一顿 扑吃一声笑了 小悠 还是未出阁的姑娘吧 这事你不懂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脸色红润的雅贵妃 微微挑眉 小凤以为人妇 回娘娘的话 是的 娘娘 您觉得效果如何 如果可以 先将蜡烛熄灭如何 嗯 云 雅贵妃眼皮掀了掀又合上 凤九儿回头看着龚新月倒 小悠姑娘 麻烦你了 是 龚新月焊手过去将蜡烛吹灭 娘娘 小人今日看见大皇子了 她好威武啊 凤九儿特意提起凤锦 果不其然 她的话刚出口 雅贵妃就睁开双眸 大皇子出征回来 肯定会很累 娘娘和大皇子相熟吗 凤九儿继续说道 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小人 给大皇子送点香薰过去 要是大皇子也喜欢小人的香薰 小人以后又多了一个门路 雅贵妃再次闭上眼 却是将凤九儿的话给听了进去 皇宫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香薰留下来 别想打其他人的主意 是的 娘娘 凤九儿站起身扶了扶 再次落座 给雅贵妃揉肩 那娘娘需要什么颜色的香薰呢 小人过来的时候多带一些 都带上 将功效都告诉给小悠 好东西 本宫不嫌多 雅贵妃左右摇了摇脖子 差不多就行了 本宫还有事要做 嗯 好的 凤九儿汗手 长指落在她脑袋上揉了揉 站起 雅贵妃换好衣裳 精心打扮了一番 走出寝房 让人准备一些大皇子 喜欢吃的糕点 本宫等会儿去一趟 是 宫心月汗手转身离开 雅贵妃看向凤九儿道 你准备好你的香薰 除了紫色 其余的都带上 啊 是 凤九儿领命 也转身去准备 两课中之后 雅贵妃去了锦莱居 只带了凤九儿和宫心月 此时 锦莱居已经有客人 皇后 新贵人 还有一个雅贵妃特别不想见的人 慕容婉萍 雅贵妃也来了 给锦儿带了什么过来了 皇后 看着店中女子 含笑问道 参见皇后娘娘 雅贵妃俯身道 她身后 凤九儿和宫心月 都跪了下来 参见皇后娘娘 头平身 皇后摆了摆手 雅贵妃再次俯身转身 面向凤锦 她微微勾唇 俯身道 参见大皇子 参见大皇子 凤九儿和宫心月 挪了挪膝盖参拜道 凤锦抬眸摆了摆手 雅贵妃扶身 朝她走去 凤九儿和宫心月 都站起来跟上 此时 皇后坐在主座 新贵妃 坐在右侧第一个位置 她的妹妹 慕容婉萍 坐在第二个位置 左侧第一个位置 坐的是凤锦 雅贵妃过去 坐在第二个位置上 小悠将点心送过来 雅贵妃坐下 看向过来的宫心月 是 宫心月提着篮子 朝凤锦走去 本宫给大皇子 带了一点吃的 还有一些养生之物 雅贵妃看了几位女子一眼 不知道皇后娘娘 带着两人过来 是所为何事啊 宫心月将糕点整齐地 摆放在凤锦桌面上 拿着篮子 和凤九儿一左一右 守在雅贵妃身后 皇后笑了笑 看向凤锦 锦儿 刚才母后说的话 你可有听进去了 婉儿是不可多得的好姑娘 你若还没有娶妻之意 亦可先纳妾 皇后娘娘 这事儿不可吧 雅贵妃皱着眉摇摇头 你也知道 大皇子成为储君的可能性 要比二皇子大 这太子妃的选择 岂能儿戏 唉 是不能儿戏 但本宫不希望锦儿 一直孤身影之 皇后浅叹了一口气 又看向慕容婉萍 慕容家 虽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却也是书香门第 若是平民就是平民 雅贵妃 扫了新贵人和慕容婉萍一眼 打断皇后的话 自古以来 有多少麻雀 能飞上枝头变凤凰 雅贵妃 你太过分了 新贵人站起来 你欺负我就算了 还欺负我妹妹 你什么心思 以为能逃得过皇后娘娘 新贵人跪下 皇后娘娘瞪着新贵人 新贵人看向皇后一脸憋屈 跪下 向雅贵妃陪不是 皇后再次赤贺 新贵人离开桌子 站在一旁跪下 妹妹有错 请姐姐惩罚 你是该罚 雅贵妃瞥见了新贵人一眼 视线回到凤锦身上 这儿不是你一个贵人 能撒野的地方 带着你的妹妹 给本宫滚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